秦秦姐呢 我觉得我们的电情新舞 应该是麦子吧 麦子 麦子做成面包 好实在的电情新舞 感觉好饱 很甜饱 因为我们拍完戏 大家都互相离开了嘛 那个时候也没说明白 也没干嘛 然后终于结束了 拜拜 来 我不要再见了 那天我要拍完戏走的时候 他就要我的电话 有一天呢 哎 莫莫其妙的这个人 他发短信呢 他就说 哎呦 说我今天我在哪哪拍戏了 我就看见了麦子 麦子长势特别好 我说神经兵啊 你拍戏就拍戏 麦子长势长势就好了 你跟我说干什么呀 微微沉 然后他没走到一个地方拍戏 他都会跟我说 那怎么样了 天气怎么样了 什么蓝天白云 云是黑的 云是白的 嗯 我神经兵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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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有想过他可能就不回你 假如他没有回 也许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但是 他回了呀 他回了呀 你 哈哈哈哈 好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就真的 我们俩开始谈恋爱了之后 然后就真的 就送了我一大数的麦子 哎呀 就麦子 哎呀太会了 然后那个麦子一直搁在我们那个 进门那个鞋柜上面 还真是大麦 好看 这到现在一直搁那麦子多少年了 好多好多年了 挺好的 麦子熟了 对 后来他们还特别给我们做了一个麦碎的戒指 哇 哇 可以 哇 这个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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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 很实在 乡村爱情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